全场的混乱当中 大家的焦点都是 王金平和江仪华之间有什么互动 结果是王金平在台上主持议事 江仪华则在台下低头看资料 期间看到在野党播放 讽刺马英九的影片 王金平的嘴角露出微笑 江仪华则在入场之前再一次的澄清 所谓已经准备好 没有王金平的立愿 他的话是被误解了 王金平江仪华同时进一场 眼神毫无交集 江仪华曾说过 准备好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但王金平依旧稳稳站在 主席台院长宝座上 不管立法院是否会因此而发生 院长的改选 或者是王院长能够继续来主持立法院 行政部门都必须做好准备 不管台风会不会登陆台湾 我们行政部门一定会做好准备 那我想我的原意就是如此 我也并不希望被误解 拿台风当比喻做好准备 面对议场内的风暴 在野立委轮番炮轰 将一话淡定 在座位上抄笔记 看资料当个低头族 反观王金平 表示人已经不尊敬 就可以把权力拿来 对不对啊 对 看民进党立委播放马总统当年倒编影片 王金平嘴角上扬露出耐人寻味的微笑 除此之外主持议事神色自若 平常心啊一样 跟平常一样 现在开日嘛 强调平常心依然是院长 就如同过去十几年一样 而朝野经过一整天携烧 依旧没共识 外界等着看的江王过招 还是没上演 说完散会 王金平转头就走 突然又跑进场 补充说明 依旧和江一话没交集 江会则是和阁员讲话 头没往上台 连眼神交汇都没有 两人整天零互动 就算中场休息 也是一个协商 一个呆休息室 尽管江一话口头报告 称呼王金平为院长 但两人关系冷冰冰 同样身处立法院 却是最近有最遥远的距离 有点TV众和报道